我和大家看一篇文章 發表在紐約時報 題目是 我無家可歸的帳單是 54000元 發表在2021年12月29日 作者 我相信這是他自己本人的樣子 現在他的樣子已經完全恢復了 不過先講講他這個經歷 我也不打算和大家翻譯這篇文章 只是和大家看著他來講 因為他可以提醒我講些什麼 他說他由一個好好的家庭 一早變成一個無家可歸者 看上好像一下子發生一樣 但其實整整有12個月長 就是在2013年到2014年那段時間 他導致一連串事件 導致他無家可歸 首先 他租的一個在Oregon租的房子 因為火燒了 所以他要搬了 同一時間 他媽媽在一個很短的時間之內 我突然知道他是有癌症 很快出來死了 但是關於他們家人 他的遺產如何分配 成為一個 他之間有一個非常之 Bitter dispute 一個非常之不好的爭論 他們Octetize 即是孤獨了他 孤獨了他 而當時他的狗 The Beagle died as well 所以他當時在精神上面 是有一個非常之重的負擔 使到他有一個生意 就做了整10年了 都沒有時間去打理 沒有精神去打理 更加不要說要給租 結果他就被人趕走了 離開了他大火之後的新居住地方 他整個過程是非常之traumatic 非常之事人受傷的 而且也是incredibly expensive 非常之貴 當他離開了在公園裡面 那張長椅上睡覺的日子 兩年後他發現他欠了 五萬四千元的債 不需要再無家可歸 不等於你的存活自由 當你回復到可以有屋的時候 還有很大堆的費用和罰款 你是需要處理的 而這些很可能 就是你在無家可歸的過程之中 是引致的 那跟大家看看到底什麼引致 他跟著說 美國的社會在懲罰著 那些無家可歸者 因為裡面有很多 大家隱形不見的 罰款之類 包括什麼呢 包括什麼呢 就是有一個很長的輕聚 Dismania 就是輕聚 包括什麼呢 就是遊蕩 Camping 就是住在一個障礙 裡面 在公共地方 問人拿錢 就是行黑等等 甚至站在一個地方太久 都是一個輕聚 而無家可歸者 亦是一個非常之惡夢式的存在 先說說他自己 他出身都不錯 看他這樣說 他是在1970年80年代 在巴勒歐圖的賈里夫蘭亞州出生 他父親是一個 microbiologist 是一個微生物學家 即是在太空處工作 在NASA 他媽媽也在史丹福大學 在史丹福大學 在史丹福大學 做一個administrative assistant 一個民元管理 他十歲的時候 他父母買了一個小型的 baby grand piano 給他一個 grand piano 大家知道 鋼琴有水直的 打平的 打平的就是grand piano 一個小的grand piano 不少錢的 他就可以學鋼琴 另外他也可以去 三藩市的巴黎舞學校 跳巴黎舞 現在他就在三藩市的 州立大學畢業 他本科學位就是 新聞採訪 畢業之後 他有十年為各個報紙做新聞記者 包括有七年在 在Miami Heritage報紙中 服務 在2000年的時候 他爸爸死了 而當時 各樣的報紙 亦都開始釋味 他留了一些遺產給他 所以他就不再做記者 走了 在Miami 開了一個 非牟利機構 主要就是教一些小朋友 寫東西 教他們寫東西 和分享我們生活的故事 很可惜 這個非牟利機構 就不夠錢 給那些員工 結果兩年之後 他就離開了 去了Southern Oregon Oregon 現在開始做他第二件事 第二件事 第二件事 就是養馬 賣一些馬 各種有機食物 去到2008年 全球危機 金融事件 好像很多美國人 他做了很多錯誤選擇 包括使用Credit Card 還有第二個On-Kid 他被迫要放棄這間屋 in a foreclosure 即是說 你因為還不到定期的還款 銀行就收屋 就賣了來還 自己可能走的時候 一無所有 所以他雖然沒有房子 但仍然可以繼續做他的生意 但可惜去到2014年 剛才我們說的事發生了 他媽媽死 他的兄弟姊妹對他的事 又加上火燭之類 因為這個trauma 即是傷痛 他嘗試賣了他的生意 但卻賣不出 而在這個情況下 他當時也因為 Po-traumatic stress syndrome 因為創傷 他那時想法不清楚 他知來知 我終於什麼都輸了 連公司都沒有買 而他很多時候 一天幾個小時 不說不做 就直接在捱 Po-traumatic stress syndrome 當然會交租 結果被屋主趕走 最後他要把他的馬 留下 自己一個人 去了無家可歸的地方 最初還可以找朋友 住一下 這裡 住一下那裡 也去一個 在Soulton Utah 那裡有一個教會的地方 住了一陣子 後來他去了Soulton Lake City Hotel 初初的時候 他還有些錢 可以繼續這樣住 但最後交不到租 於是警察 就送了他上的士 去各城市的無家可歸者 的庇護中心 在2015年開始 他就開始成為一個 抱著索膠的垃圾袋 就嘗試 由一個food pantry 即是供應食物的地方 去庇護所 去公共圖書館 再去公園的牆燈上分 於是就 他以前曾經 當達賴喇嘛去麥亞美的時候 他曾經訪問過他 他也去過愛爾蘭 訪問其他人 但現在 在這個無家可歸的情況下 他整個行動的距離 就只是一個兩公里的圈裡面 當然 你沒有錢都不能去哪裏 所以 就不停的無家可歸 當他去到這個無家可歸的地方 約了兩個星期之後 有個男人看中了他 最初他排隊拿清潔用品的時候 他就陪他排隊 然後送一對可以保暖的手套給他等等 結果 有一天 他就說 我有個地方可以給你住 你可以去那裏住 我現在才把那些東西放在我家裡 我家裡的小小地方 放東西的地方 於是跟他去到那裏 結果在那裏 應該是性侵 就是性侵 性侵了幾天之後才放他出來 在這個過程之中 自然就更加困難 在未來 接著那兩年 基本上他就不再說話了 基本上只說 yes no 和thank you 我想大家可以想像到他 他去退縫成怎樣 原來無家可歸的女人 被人性侵是一個非常常見的事 在性侵後 很多時候都要去醫院檢查 叫救傷車去 原來這樣 救傷車的錢要成四千元 而醫院裡面的費用是四萬八 原因是醫院說 當時問你的時候 你不肯說話 那些人不知道你到底有沒有錢給 是否無家可歸 所以照入你的錢 加起來後面有離息之類 就變了很多錢 他無家可歸的第一年 就受到很多的 不合理的對待 第二年就做了很多時間 坐牢 原因是為什麼呢 理論上1833年 已經不可以因為你欠債而坐牢 但是 在Sort Lake City 他在2016年的9月 到2017年的3月 半年左右 就因為沒有交錢 就被坐牢 坐了六個月 坐牢 就解決了他部分的債務問題 終於 後面的債務比較好些 他就開始 重新建立自己的生活 在2017年4月 記得 他在2017年的3月 坐牢 坐牢 幸好 當時 入了Journey or Hope 的地方 的人 找到 幫他 找了一間屋 大家知道 他有個 本科學位 所以 運用 Clarke 事務 文員 應該不難 所以他就在 一間 賣梳果的地方做文員 每個小時 十億元 稍稍給他們的最低工資稍高 而他就可以租了一個多餘的睡房出來 在那裡住了一年 當租約滿了之後 他就可以住一間 一個屋子 但是他需要付兩倍的訂金 因為當時他的信用非常差 他不知道 在那段時間 他以為自己是無家可歸 所有債務都應該不用付 最終 有一個當地教會答應幫他 給這間屋子的按金 他在那裡住 而他們的IRS 即是他們的稅務局 亦都向他追稅 他的稅已經給了 但稅務局說他還欠二千三百元 終於他就找回他以前做生意的會計師 結果這個會計師幫他解決了這個問題 在這個情況下 他發現很多無家可歸者 和這些人類似的問題 所以他接著就在他的救護車裡發現有兩個收費 在同一時間同一日 同一個價錢 所以他認為這個可能 他可以向他收了重複 結果他就去救傷車公司 告訴大家 我現在準備寫一個有關我在無家可歸的時期 那個救傷車引來的欠債 結果一個禮拜之內 所以救傷車公司也不再向他追 這四千元的救傷車債 換句話說 如果你有能力可以發聲給別人聽到的話 這些公司是不會向你追的 在那時候 他的信用就好 終於可以搞定他自己的生活 但是到了2021年的夏天 不是幾個月之前 突然收到封信 就是他入院的醫療費用 有48,253元 向他追債 因此他的信用突然完全下降 有什麼辦法呢 我便用他以前學過的記者的手法 於是便利用寫信去各個醫院 便告訴他 我準備寫一個有關這件事 便問他為什麼 你還要向我收這個費用呢 當我告訴你我是無家可歸者 你為什麼不去向政府的Medic Aid去報 或者當是一個善事 不要向我追收 說當時他們的公關公司 說你在醫院的時候 你不肯說話 你不肯說話 幸好他拿了他醫院當時的 醫院的醫院 醫院的記錄 於是便告訴他 不是 當時醫生這樣寫 說我當時是在受這些影響 結果醫院很快便 把他四萬多元的債務減掉 減掉了 但減掉了之後 仍然使他的信用很差 他有很大的壓力 還有很多賣分不著 問他已經有什麼補償 不好意思 沒什麼可以補償 他聯絡了一個 UVP的教授 這個教授 Dennis Kuhand 就是研究無家可歸者的政策 就說這些債務在無家可歸者 是一個常見的事 很多這些債務 因為以前沒有給電 水之類的 utility bills 或者是法庭的費用 或者罰款 或者是 child support 如果你有孩子的話 無論自己大 可能要給一些佔養費 他建議是 其實應該考慮 一些一站解決問題的地方 使這些人有機會 重返正常的社區 而美國的退軍人 其實有類似的事情 所以他就希望 現在在美國可以 有這些事情 他在這裡說到 在新冠疫情來的時候 在2020年1月 美國最少有58萬人 是無家可歸的 比起2019年上升了2% 現在是時候 真的解決這個問題 但是很可惜 我不相信 美國是會解決得到的 他回顧自己 怎樣可以 走掉這個 無家可歸的 這個 惡運 因為他離開了監獄之後 去了一個 叫做 什麼 哭 遇到一個 前警察 Sannon Cox 就一直陪伴著他 因為當時 在這樣的情況下 無家可歸者 很多時候 不信任何人 只是 一定要經過 有些人信 他才能夠 可以有信用 那這個 前警察 就帶他去吃飯 帶他這樣 那樣 就做到了 這件事 什麼 這個 形光幕 怎麼突然跳到這裏 我回到正話那裏 那裏 沒有任何 我 形光幕回來 這裏 這裏 還在中間 繼續下去 各位觀眾 不好意思 因為我突然突然這樣 在那段時間 在無家可歸期間 就不太信任 所以他們有一個 叫做 Soft Hang Off 就是說 要由人手牽手 慢慢的 將他帶出 這個 惡夢 現在 他很高興 他可以向人 再介紹自己 說自己的記者 希望可以繼續在未來幾月 為他自己本身的信用指數 改善好些 但是 他現在雖然是 那個 利息 去回正常利息 但是 他的憤怒還在這裏 和大家分享完這篇文章之後 我不知道 大家怎樣想 我們知道在2020年的中國 就已經沒有了極窮的人口 我相信在中國 仍然有一些無家可歸者 但相信為數是非常之少 前一陣子我見到一個新聞 就說 在上海的警察 是在街邊流浪的無家可歸者 去住庇護所 不肯去 他也向他提供暖水和暖足之類 無家可歸是一個非常複雜的社會問題 很多無家可歸者 除了在精神上受到非常大的傷害之後 無法在精神上重新振奮 另一方面 可以大家想像到 在生活壓力之下 一日三餐 無以為計 居住更加不好說的 無家可歸者 加上在街頭流浪 很多時候的壞人 毒販之類 其實無家可歸者是一個非常大的問題 我相信 今天美國的無家可歸者 可能比2021年頭 2020年頭的五十八萬人 還會多了些 多多少我們不知道 我也不是有一手資料 但我總覺得 在一個最有錢的國家 一個這樣的問題 趁著政府還可以 用印錢解決問題的時候 為何不要好好解決這些問題 當然解決這些問題不簡單 需要很多人的協助 但有錢使得攜拘磨 美國政府可以一年花7800多億 在軍事上 為何不可以花幾億或十億 去解決他們無家可歸者的問題 這真是令人廢解 是不是呢